大家好,今天我们聊一个非常有趣甚至可以说是反直觉的交易策略 最重要的是它不那么在乎你是否做对了方向和进场点位 也就是它不要求你有很丰富的交易经验 大家应该听过配对交易或者相关性交易 那么比如说这个欧美和美瑞这两个品种 它俩之间的走势几乎就是完美的镜像关系 那么一个上涨另一个一定在下跌 那么我们看这个折线图的话会更加清晰 这里红色的线是欧美的走势 蓝色的话是美瑞的走势 那么传统的这个聪明人发现这种特征会怎么做 他们会同时买入欧美然后卖出美瑞 因为这样的话就能够完美的对冲 锁住风险的同时呢 去套这两个品种价差的一个均值回归 但现实是充满偶然性的 比如说这个欧元突然掉头下跌 而美瑞掉头上涨 那么面对这种情况呢 就有一些这个邪修啊 他们是反其道而行啊 那么我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反向六勾法 这是我自己取的一个名字啊 大家如果听明白了这个策略的逻辑啊 就知道我为什么说是反向六勾了 它是一个完全相反的策略啊 就是我们面对他们总是反着走的这两个品种啊 我们只做一个方向啊 就是要么同时去买这个欧美和美瑞 要么就是同时卖出欧美和美瑞 有些人可能觉得这是在左脚半右脚啊 就是呃 但是别急啊 它背后的这个逻辑啊 才是这个策略的一个有趣的地方 这个策略能够盈利赌的根本不是方向 而是速度差啊 我给你打个比方啊 就是呃 比如说你家里有两条狗啊 你牵着这两条狗散步啊 一只是跑的这个飞快的哈士奇啊 一只是腿短的这个呃 科基啊 他俩有个怪癖就是一定要对着干啊 就是哈士奇往前跑 那么科基就一定要往后拽啊 那么你散步的时候 你拉着他俩一起往前走 那么就会发生什么呢 就是哈士奇他会兴奋的往前猛冲啊 比如说他往前冲了这个三百步啊 那么科基呢 他就是不情愿的往后拽啊 但是他腿短 他只让你后退了一百步啊 所以呃 这个一拉一拽之间啊 你转到了他们之间两百步的一个体力差啊 那么换身到这个交易品种的一个概念 就是你赚了这是多少 赚了差不多是两百块啊 呃 并且只要这个 品种之间之间的这个波动差的假设条件一直成立啊 那么你就可以一直不断的重复这个过程啊 实现积少成多 好 操作上非常的简单 但是他的关键之处在于找到这两个合适的品种啊 那么接下来我就给大家呃 讲解一下这个反向遛狗法他具体的一个操作啊 也比较简单啊 就是三步啊 第一步的话就是找到这个完美的搭档啊 我们需要两个品种免满足两个要求啊 第一个就是关系要铁啊 也就是这两个品种是高度的负相关 第二的话就是体力差要大 也就是他们的波动性最好有比较大的一个差距 那么我们首先解决这个高度负相关的一个问题啊 比如这种指标啊 他就会列出与当前这个呃 品种相关性关系的一些其他品种啊 比如说这里他正一的话就代表是呃 这两个品种是完全的正相关 就是同涨同跌啊 比如说这个欧美涨的话 那么棒美是大概率是一定会涨的啊 那么负一的话就代表的是高度的一个负相关啊 一个涨的话就是一个是必定会跌的啊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演示的嘛 这是欧美这是美瑞 我们使用这个指标的话 同样也是可以把它量化出来的啊 可以看到它是明确的一个 接近于负一的一个关系啊 那么这个指标的话 大家可以去呃 MT5的这个商城啊 去自行搜索 它这个名称就可以找到啊 当然我也会把它放在我的网盘中啊 感兴趣的可以自行去下载啊 呃 不过他这里应该有个网址 他的网址打开啊 大家这个网址应该也可以下载这个指标的啊 呃 那么除了这种指标的形式呢 还有一种方式就是我们打开 MFXBook啊 这样的一个呃工具啊 这样这样的工具有很多 你一查就能找到啊 我们在他的这个 这个输入栏这里输入我们要求的高度负相关的数值 比如我这里要求的是负的95啊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非常清晰的看到 欧美和这个美瑞啊 从这个周线级别来看的话 他们的负相关性的这个关系是高达 负的99.1%的啊 就是完美的这个死对头啊 当然他还有更高的啊 但是考虑到呃 这个交易成本啊 华典 我们还是看比较主流的这个美瑞啊 然后这是第一步 我们确定了两个高度负相关的一个品种啊 然后第二步的话 呃 就是解决他们之间的这个波动差的问题啊 我们再打开这样的一个工具啊 这个网 这个网站我之前也分享过啊 MATF.net啊 他这里就是一个衡量波动性的问题啊 我们可以看到欧美 欧美他的这个 Pips来看的话 他是70 然后我们再找一下美瑞 美瑞的话 他这里是51.58啊 那么这里呃 可以看到这个欧美是要比这个美瑞要高一些的啊 这这就是给我们套利的一个空间啊 好 解决了这个高度负相关性的这个问题 还有这个波动差的一个问题 然后第二步就是确定我们的总方向啊 因为我们总是要给他们一个方向的啊 就是你到底是要一起买啊 还是一起卖呢 那么如果你是想手动操作的话 那么你可以自行的去观察趋势啊 观察K线的趋势啊 但是因为我这里是要写成这个量化程序的啊 所以就设定了一个固定的规则啊 也比较简单啊 就是我们让这个哈士奇啊 也就是波动性更强的这个欧美来当指挥官啊 就是我们打开欧美的图表 然后给他加一条这样的一个均线啊 那么如果价格在均线之上就是上升趋势 我们就只做多价格在均线之下我们就下降趋势只做空啊 这就是非常简单的确定了我们两个品种的一个买卖的方向啊 当然我这里是为了举例子啊 大家实际操作的话 你可能要 可能你们有自己评判趋势的一个标准啊 你们可以自行的去代入啊 然后第三步的话就是执行交易啊 那么比如说我们就以这里为例啊 欧这是什么 这是欧美 我们可以看到欧美的价格都是在均线之上啊 那么发现这个方向性的问题解决之后 EA就会立刻开立两笔订单啊 就是使用同样的手术去买入美瑞和欧美 买入之后呢 EA就会7乘24小时的去监控这两个品种的一个总盈亏啊 就是第三栏这里的这个总盈亏啊 我们这里设定的这个盈利目标 比如说总利润达到这个200美元的话 我们就全部出厂啊 当然他这里的这个金额啊 和你这里的仓位是有很大关系的啊 如果你的仓位很小的话 那么你每次的这个总利润就要设定的很小 那么总之呢 他们只要 他们只要达到了这个盈利目标之后啊 EA就会立刻将这两笔订单全部平仓啊 那么不管是谁赚 谁亏 只要加起来有200块 那就全部平仓啊 那么平仓之后 只要他们的这个方向性啊 不发生变化的话 那么EA就会马上再次开立两笔新的这个买入订单 就是不断重复这个 重复这个转一点就走的这个过程啊 当然这里 为了避免出现一些极端情况啊 比如说波动性的一些反转啊 一直等不到这个盈利目标的出现啊 我们最好也给他设定一些这个止损的规则啊 你可以是直接使用这种 你可以是直接使用这种 算就于这个举例啊 你可以直接使用这种固定金额的方式去止损啊 或者说就是像我目前写的这种啊 就是按照持仓时间止损啊 比如说进场之后两笔订单的总利润 它一直无法达到200美元 那么这种状态 如果持续了三天后啊 我们就直接全部平仓啊 那么不管你是亏损也好 还是说小赚没有赚到200 我们都是直接平仓啊 所以大家看这里的这个交易记录也会发现啊 有些交易它做下来其实是亏损的啊 但是这些都是必要的一个保险啊 好我们再学会看一些记录啊 基本都是赚200之后就平仓了啊 但是也有这也有亏损的 但这种策略大家要警惕啊 就是它是靠这个价差盈利的啊 它受这个交易环境的影响就很大啊 就是你套的这个价差 它有可能会因为滑点啊 手续费啊 库存费的影响导致你这个价差 可能还无法覆盖这些 这些交易的成本啊 所以这种策略的回测的话 大家大概的看一下就行啊 因为我个人觉得其实 参考的意义并不大啊 尤其是库存费的这个问题啊 库存费这个问题 包括还有很多不同券商啊 对于套利行为的一个审查问题啊 审查的这个力度的问题啊 都会影响啊 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前面出的一个视频啊 里面分享了一些我个人的看法啊 我这里的话就不再赘述了啊 好接下来我再简单说一下 我个人对于这种策略的一个想法啊 那么首先这个策略 它的逻辑啊 听起来确实是很美好啊 风险对冲啊 自动赚钱啊 但是它能够跑通啊 它全是靠两个假设撑着的啊 第一个假设就是这两个品种永远反着走啊 那么第二个就是欧元永远比瑞郎跑得快啊 这个这个欧美永远比美瑞跑得要快啊 那么这两个假设只要有一个崩了 那么这个策略就会立刻陷入巨大的危险之中 那么第一个风险就是相关性的崩溃啊 这是最要命的啊 因为你策略的根基就是他俩要一直反着走啊 但是在一些黑天鹅事件里面 这种根基啊是很容易瓦解的啊 那么比如说2015年这个瑞朗的黑天鹅事件啊 那么你市场一孔荒 大家开始疯狂的这个 呃 抢美元和瑞朗抛弃欧元啊 那么如果当时你在进行这种交易的话 那么你的欧元 呃 欧美的这个买单巨亏 瑞朗买单 同时也可能跟着亏啊 那么这就好比 你的两只狗突然看见了兔子啊 就他就忘记了 抵抗啊 就朝着同 忘记了这个对抗啊 对抗的这个关系啊 同时朝着 一个悬崖狂奔 你被拖着 一起掉下去啊 就是两边同时爆仓了啊 这是第一个风险啊 那么第二个风险就是波动率的这个反转啊 那么这这也是最常见的啊 因为他这个赚钱 他靠的是什么 靠的就是说 其中有一个品种要跑得足够的快啊 但是万一哪一天 比如说你这两只狗啊 万一哪一天你的科技变异了啊 具体到可能就是瑞士央行突然放狠话 瑞朗的这个波动性瞬间爆炸啊 那么 结果你的这个欧元 你的哈士企业可能只赚了两块啊 但是 变异的这个科技 这个瑞朗却让你爆亏了20块啊 也就是你赚钱的这个引擎 直接就反转了 你的盈利永远追不上亏损了 那就是 直接套死了啊 然后第三个风险就是 它会 有一种 慢性死扛啊 就是万一你那个盈利目标啊 比如说我这里设定的这个200块 它每次都是需要扛很久才能达到呢 那你这两笔单子就会一直扛着 就不断的去烧着你的这个隔夜利息 烧着你的swap费啊 占用着你的保证金啊 你的这个策略就是直接死锁啊 那么你这个策略本来赚的就是那一点点的这个波动差 如果连 点差和利息都覆盖不了 那么你最终就是白忙活啊 给平台打工 好 如果你能理解到这里的话 那么说明你已经超过了80%的交易者啊 所以我们最后再花一分钟去聊聊这个策略的理论的一个内核啊 那么这个策略它本质上不叫对冲啊 它应该属于这个统计套利的一种啊 它赌的不是说这个资产A会上涨 而是赌的这个资产A和资产B之间的这个价差会恢复正常啊 它所有的这些交易的基础条件 一个基础核心的一个假设就是均值回归啊 也就是说你的这个哈士奇和科技之间的距离啊 他们无论拉的有多开啊 最终都会倾向于回归到一个历史的平均水平 平均水平啊 我们就是在他们这个拉扯的瞬间进行获利啊 那么我们今天拆解的这个这个同向的这个交易策略啊 它本质上就是一场这个统计套利的游戏啊 它利用这种负相关性作为安全电来控制回归 同时利用这个波动率的差异作为盈利的引擎啊 那么它是放弃了对于市场方向的一个精准预测啊 去追求大概率事件上实现一个稳定的小额盈利啊 但是它绝对不是一个无风险的胜碑啊 因为它大家如果这个听明白的话 会发现它是极度依赖历史统计规律的一个延续的 它是极度依赖的啊 所以必须警惕黑天鹅 还有波动反转啊 还有这种相关性关系的一个变化等等风险 好 最后如果大家对于这个反向六狗法感兴趣的话 欢迎点赞评论收藏啊 让我知道这样我后面就会出个视频讲一下它的圆满实现过程 好 好 感谢观看